院长昨天提到明末袁崇煥有媒体人认为 这是不是代表蔡英文是亡国之君 只有自己留任才可以为民进党力挽狂澜吗 袁崇煥已经死了几百年了 连满清皇帝都承认 当年的昏化离间纪成功 才能拿下天下 历史是一面镜子 我以古建金 呼吁国人同胞 在当今局势险恶的时候 要大家一起团结对外 不要再重了昏化离间纪 而再次上当 中天年代一电视台市要提问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说 您还在做困兽之斗 19号会走人 请问院长回应 另外内阁改组议题 各界还是不断讨论 是否最快也要年后才会有定案 好让大家先开心过年冷静一下 外界也认为近来动作频频 每天排满地方视察行程 是否将留任甚至累积能量参选总统 行政院长的责任 就是护国为民 不能打烊 一刻也不能休息 一分钟也不能怠慢 国事如马 许许多多的事情 等着行政院长率领行政团队 结合中央地方 一起来努力 就像苏花公路 大清水段 瘫荒 昨天我赶到花莲去 来慰问加油 现场没日没夜的 来打通的辛苦工作人员 包括掉在山壁上 冒着生命危险 扫币的这些工作人员 给他们加油打击 今天一到早 我就主持 扩大防疫会议 要过年了 国人同胞 出出入入 都非常重要 现在我赶到台中来 和我们乡亲一起 来感谢过去六年来 辛苦的工程人员 打通了台中 最重要的 这一条环状的公路 终于可以在年前通车 行政院长 就是这样子 要和大家一起来努力 我们最最重要的是 大家忍住辛苦 顶住折骂 让所有国人需要的建设 都能够如期完成 痛苦会过去 美丽 建设 会留下来 作为行政院长 最在意的是 要给所有 辛苦的工作人员 加油打气 至于 一时的闲远 碎鱼 这都不重要 民调的起起伏伏 也不必放在心上 而是国家能不能向前进 才是最最重要 那三立要提问 院长制政隔园茶壶 勉励 茶壶都是倒给人家 只剩下渣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所有的话 当天的逐日稿 都有 请大家参考 我一路走来 有许多的体悟 用来和隔园分享 也是给阁员 感谢和加油 好 那公式进电室 要提问 请问院长 特别条例在野党说 不能空白授权 要复为审查 民进党团 主张禁负恶毒 请问院长看法 如果协商不成 立法院今天就要进行表 请问院长怎么看 我要感谢 在蔡总统领导下 国人同胞团结努力 业者各方面 努力辛苦 台湾才能在 疫情严禁的情形下 全世界都受冲击 还能创出 十一年来 最好的经济成绩 而 所以说 超乎疫情 这是国人同胞 一起努力的成果 所以蔡总统主持 国安经济相关会议 做三点 重要才是 要把这些钱 一方面要强忍经济 一方面要对于 受冲击的产业 和国人同胞 多以支持 给予照顾 更重要的 还要留的硬不实之需 并把经济成果 全民分享 所以立法院也要求 行政院要尽快 送出相关的特别条例 行政院已经送到立法院了 我们尊重立法院的职前 审查 期待 紧速通过 让我们能够编预算 只要预算 在立法院一通过 我们就可以在开春 给国人同胞 从小到老 每人六千块的 开春 祝福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这也是立法院的职责 也是行政院的工作 也是国人的期待 希望都能够年年好 年年春 年年大家高高兴兴 谢谢 谢谢院长 谢谢 那因为我们现在有核定 这个系东线通过 那先前又有发六千块 他就被人家说是撒币 就不安慰 或者说不想当看守 那个院长怎么看 作为行政院长 护国未免的责任在身 不能打烊 一刻都不能休息 重大政策 一分钟都不能延误 像我们有人说 重大警察人士 怎么在这个时候核定 可是你看 高阶警察 包括六都的警察局长 有些今天就要退休 明天就空出来 不核定 难道要让他开天窗吗 就像捷运等重大交通路线 地方因因其待 朝野政党不分党派 都一再呼吁尽快核定 昨天台北市长也呼吁 希望中央对接续的路线 都要尽快核定 这些能漫码 就像立法院一再希望行政院赶快送有关全民共享经济成果的特别条例 全民也在等着要领六千块钱 那如果不及早作业 怎么把特别条例送到立法院 如果不事先预作准备 怎么可能开春以后 就给全民领六千块的祝福 我们知道这各种事情都可以从各方面来讲 我们虚心受教 但是请不要扭曲 不要像父子取禮一样 这样也骂 那样也骂 扭曲抹黑重伤昏化 颜从万不实 清兵怎么入关 我们大家要记住 国家是我们大家的 那只有大家一起来为国家好好思考 团结对外 那各方面能够指教 我们也都虚心受教 但不要歪曲 谢谢 市长大家还是关心这个那个种子的议题 因为本来说上礼拜就要请辞 但是现在可能立院延会 那可能快到下周才有结论 那可能会导致这个种子到年后才会种子 变成影响到整个蔡政府的布局 有关行政院内阁怎么调整 蔡总统已经一再对外说 等到立法院会期结束后 会跟大家报告 到时候我会和总统讨论 然后把结果跟大家报告 你认为陈建元是一个好的隔魁接班人选吗 这个都等出来以后 自然大家都知道结果 现在不要急